庞大的云墙由远而近席卷而来 民众在台中港边拍下一张张 有如电影场景般的照片 专家说这种特殊的云像 称为滚轴云 冷空隙下来 它的厚度就影响到云发生的高度 就是碰触面开始是云的底部 然后开始抬身的时候就开始往上涨 当封面通过冷暖空气的交界面 冷空气举升前方的暖湿空气 凝结产生滚轴云 虽然常见 但这次见面在海面上不是陆地 范围更大 从卫星云图上可以清楚看见 很直的滚轴云 绵延大约100公里 通常封面来之前会带来雾气 滚轴云被民众拍到之前 台中港被农雾笼罩 台中港暂停进出港的作业 时间大概从下午2点20到3点半 农雾造成台中港 短暂的封港大约70分钟 有三艘船舶受到影响 大海新闻国家辽生台中报导 期待再次见面 期待